大家好,今天早晨,现在是2023年的4月30号 收到了一封这个电子邮件 他说,侃爷,你好,看了你好几年的节目了 非常的喜欢 看您说的大陆里面的,大陆内部的,中国大陆的各种的黑幕和社会的布公 我自己也觉得您说的好,说的对 我是一个南方人,他是南方的,没说哪个省 这个我也不问,南方人,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面 我在单位呢,是搞这个技术工作的 我家里边呢,我的父母呢,也都马上就要70岁了 父母马上就70岁了 我自己都是以前下岗的人 父母都下岗了 就是这个家庭收入啊,各方面可能也不是太宽裕啊 父母快70了,下岗了 我呢,也马上就快40岁了 我估计啊,37,38,38,9了 快奔40了 我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就是老实巴交实实在在的 我呢,为人也非常的正直 我呢,是从28岁开始相亲 28哈,也就快30了 然后开始想成家 然后就认识女孩子 可能啊,这个亲朋好友啊 亲戚朋友啊,就给他介绍对象啊 28岁的时候开始相亲 那时我人比较内向啊 可能你搞技术的嘛 老实巴交的啊 后来慢慢变得好很多了啊 后来慢慢可能就没那么 没那么内向了啊 这个 但是还是那种比较实在的人的气质啊 就是 总之啊 您是一个偏内向一点 比较实在这么一个人啊 现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很差 很多人都是吹牛 很多人都是乱来啊 就是瞎胡搞这些人啊 反而呢 说我们这样的人是头脑有问题 哎,这个社会是这样 哎,你能 能坑啊 能骗啊 能吹啊 北京话就能哨 能哨啊 跟那鸟似的能哨 啊 就是这种坑蒙拐骗啊 吃喝嫖赌啊 是吧 坑蒙拐骗偷 吃喝嫖赌抽 啊 辣关系 是吧 这种走门路 哎,这种人反而吃得开啊 可能您太老实芭蕉了啊 反而说你这种老实人 说你头脑有问题啊 像我们这样的都是好难成家呀 可不是吗 快四十岁了哈 这正常人 谁不想有个家庭 有个婚姻 是吧 有老婆 有老公 是吧 然后有子女 是吧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人生啊 那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技术再厉害也没用啊 看来可能是学理工科的啊 这种技术难啊 理工难啊 各种的冷嘲热讽 对 社会有压力 哎呀 多大岁数了 哎呦 三十八了 三十八怎么还没成家呀 是吧 这个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不管他是心眼好 关心你 还是心眼不好 彩虎你反正你心里边不太痛快 是吧 啊 希望您能给我提点建议 我的心情太压抑了 成个家都难 呃 是这样的啊 这位朋友 呃 我觉得哈 我觉得你这个 如果你是搞技术的 在某一个单位 在小县城里边 可能收入也不是很高 是吧 北京话叫恨高 可能也不是恨高啊 就是 还是稍微大方点 稍微大方点 然后这个 对女孩 这个 呃 女孩子呀 女孩子喜欢甜言蜜语 真的 不是光女孩子 所有的人都喜欢甜言蜜语 哄着点 花钱的时候大方点 你只有这样 然后才有可能 是吧 也不是说女孩子 都是前串子 都是那么视脸 好像就是说 把这钱看得很重 但是你要给她 多花点钱 任何人都高兴 是吧 我觉得 还有你这红女孩 高兴 呃 我记得 呃 二零 二零零几年呀 二零零五年左右 二零零五年 呃 到二零零八年之间吧 大概那个样子啊 那会儿 也这一晃 都快二十年了 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 是陕西渔林人 他是中国社科院的博士后 他是西北大学的博士 然后又广东汕头大学的博士后 他研究西藏问题的 他那会儿原来有个对象 后来那对象是北京的 北京的也也是陕西人 呃 祖籍是河北苍州 但是从小在陕西长大 那个女孩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博士 后来去了那个那个福建 后来去了福建厦门大学 当老师去了 然后他们俩没成 好了一段时间没成 后来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 昌平的 北京昌平南口 有个南口镇啊 那时候很多军队 也是一个历史古镇 北京昌平南口的一小女孩 在这个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那个 那个那个燕郊 河北燕郊有个校区 他在那不是教 不是教师 是那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吧 比这个小伙子小了九岁 这小伙子 我说这个我这哥们 他是七零后 七十年代中期的 那个女孩是八十年代中期的 比他年轻九岁 是一个吴老师啊 吴老师是安徽人 安徽五湖的 然后那个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 后来又到黑龙江加姆斯 当中学老师 吴老师的教学水平非常高 然后他老婆姓陈 他老婆是河北人 但是也在东北 也在加姆斯 也是教师 然后这两口子 是我的在朝阳区望京的 那个那个邻居 我一说 我说我这哥们 不错 我这哥们个高 一米八几大个 但是他不会哄女孩高兴 他是个书呆子 是吧 然后那个 我给他介绍 比他小九岁 他挺喜欢那小女孩的 然后当天晚上 我和那个吴老师 等于都算是这个 他们俩之间的介绍人 然后呢 从通州回北京途中 从燕郊回北京的时候 经过通州 在那个通州火车站 然后这个这个博士后 然后我们四个人一块吃的饭 后来他又单独 去找那小女孩 然后因为那会儿 他也住通州嘛 住通州 然后那小女孩 他那个 好像给人买的是什么水果 买的是那种 南方的什么水果来着 我想想啊 反正给人买的水果 看那小女孩 结果那小女孩说 我不爱吃这个水果 那你就给人换呗 你换一种呗 是吧 其实 这小女孩都怕哄 你看 根据我在北京的这个 我的经历 不是我的经历 就是我周围人的 往往都是那个年轻啊 漂亮的小女孩 说白了 好白菜 好白菜都叫猪拱了 这个自古啊 就是好汉 无好妻 赖汉子取花枝 有的那男的呀 他不要脸 他脸皮厚 他大街上 你看我一个老街坊 在大街上 骑自行车 看见一漂亮姑娘 然后背着一个钢 不是钢琴 背着一个什么小提琴 还是背着一个什么东西 反正背着个乐器 他追人家 那个女孩家住在 家住在那个北新桥 一个胡同里 后来我还 我有卡车吗 我有那个1041卡车 后来他还找我帮忙 然后给他们家一个 那个 钢琴 用我那卡车 给他给他拉过 就是从北新桥 好像拉到这个安定门这边来啊 那女孩有两个哥哥 那两个哥哥是双胞胎 哎呦他就死皮赖脸的 死缠烂打呀 就是后来那女孩不理他 他就天天 那会儿都骑自行车 到人家门口堵人家去 后来那女孩 18岁就跟他了 18岁就跟他睡觉 就跟他同居 后来当然 现在也都50多岁了 俩人反正还在一块呢 都30多年了 他们家那孩子有个女儿 孩子比我们这孩子小点 他生孩子晚 反正那小孩应该我想想 差不多也是初中毕业了啊 或者至少上初中了 也有孩子了 30多岁嘛 他们在一块时间长 正式结婚可能晚一点啊 所以他脸皮厚啊 咱们用句老北京的俗话叫什么 脸皮厚 啊 这个吃个够 脸皮薄吃不着 您可能就属于这种脸皮薄吃不着的人 当然有的男的脸皮厚吃吃个够啊 脸皮厚他玩好多姑娘 这个世界就没那么平等 有的时候你说你不平衡啊 你心里边觉得哎呀 我是老实巴交人呀 我也是吧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呀 我本本分分的呀 哎你越本分你越老实 你越找不着对象啊 当然也包括什么单位的升迁呀 涨工资呀 就各种机会他不找你 因为中国这社会也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好吧 咱们不说这个坏人当道的事啊 这社会上就老百姓民间也是坏人 坏人往往占优势 但是您 我跟您说稍微大方点 是吧 比如说看见好一点了 你就给人家 请人吃个饭呀 请人玩就玩啊 稍微的大方一点啊 还有嘴要甜 嘴一定要甜 就跟抹了蜜似的 呃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像您 比如说在小县城啊 在您自己那南方县城 那么您的岁数也不太小了 按您说的快40了 是吧 我估计呢 收入也不是太高 那么您在找对象的时候呢 呃 也得两方面 您和那个可能的未来的 这个相亲对象 您也得救活救活 就是说这条件 也适当的放宽一点了 是吧 放宽一点 其实还是看人啊 这个女方的长相是一方面 他们家的家庭的经济状况 社会地位啊 包括他的这个学历啊 受教育程度啊 把这些稍微放宽一点 放宽一点 如果人足够善良 然后两个人在一块 这个互帮互助啊 就是老百姓讲话啊 这个相敬如宾啊 这个这个白头偕老啊 互相扶植 互相关心 互相关爱 是吧 然后找这种人 找善良的 人品 是吧 品学兼优 是吧 人品是第一位的 能力 啊 容貌 其实都放在其次 是吧 我觉得既然您给我发这个邮件呢 呃 您也意识到了 您的岁数也不太年轻了啊 也不小了 然后也有这种比较迫切的 想成家 想结婚的愿望 是吧 哎 那么我哎 就给您提供这些建议 然后呢 呃 我把您这个想 想成家这个啊 我看看 在我这频道上播出之后啊 如果有女孩啊 比如说也在南方的 是吧 比如说离您近一点的 或者北方的啊 或者愿意跟您那个接触的 看您不错 人不错的 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啊 我会转告给您的啊 这个 不过还有一点 要树立信心啊 您既然是在单位搞技术的 那么 您这个技术就是您的饭碗 是吧 爹有 妈有 不如自个儿有 怀里揣着 不如手里攥着 是吧 哎 义不压身啊 义不压身 有这本事 有这手艺 是吧 过去不有句话吗 学好树里化 走遍天下 全不怕 是吧 哎 您这个 有手艺啊 这个吃上饭 是没问题的 那么 下一步 就是 呃 把这个脸皮啊 变得厚一点 是吧 别那么 太老实 太老实 在这个婚姻市场上啊 争婚啊 各方面 也是吃亏的啊 祝您成功啊 朋友 建立信心 我这儿 我这儿 是 我这儿